嗨,大家好,我叫Cindy,我叫Cinderella,灰姑娘 我也不知道為何我爸爸給你這麼好名 每一次過關的時候,過關人員就會說 你叫Cinderella,灰姑娘,你的鞋子去了哪裡? 令我很尷尬 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來自澳門,來自荷蘭住了 現在踏入第三年 為何我會選擇來荷蘭呢? 就是因為外情 我出生在印尼,因尼華傑 絕對不是印尼人 我沒有印尼人的傳統 純正是中國人 我昨天爸爸說是祖先在福建 為何會由印尼去澳門? 這個就是因為我爸爸之前決定要由印尼搬去澳門 即是回祖國的意思 所以就是1989年的時候 然後就帶我來一家 我小時候搬去澳門 然後就是2017年 那時候就是七葉 我就搬來荷蘭 我來了荷蘭大概現在三年 我非常非常喜歡荷蘭這個地方 空氣好一點,地方大一點 對,屋子大一點 來到這裏三年 我都見識了很多 去過的地方都多個男朋友 你相信我可能是荷蘭人 但是我去過的地方 去探索的地方都沒有他那麼多 有些地方都會認識他 所以我很想趁著這個機會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荷蘭的生活 我是怎樣的生活 以及有些什麼文化差異 有些什麼令到我覺得很驚訝的地方 想分享給大家聽的 所以就是我設了這個Youtube頻道 就叫CINDERELLA LIVES IN NEDERLAND 對,不是LIVES IN HOLLAND 因為現在在另一個連結 我會再介紹荷蘭 即是中文名叫荷蘭 但是正式的名字 去年年未開始 正式的名字 就是中文叫尼德蘭 即是NEDERLAND 所以遲些我會再介紹這個NEDERLAND 這個地方 這個新的頻道 大家希望你可以關注我 以及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在這裏 給我多點鼓勵 我可以製作多點 很多不同的影片 讓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CINDERELLA LIVES IN NEDERLAND 還有我的個人IG 就是CINDERELLA G 以下這裏有連結 希望大家訂閱和追蹤我 多謝大家